今天的課程 重點是遊戲的程式設計 在以前有很多人就很納悶說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程式的課程裡面 要放一個遊戲設計的課 所以也有人覺得說我又不想寫遊戲 所以我就不想修這個課程 然後很多來修這個課都是因為要做遊戲 但其實這個有一個重點 也就是說遊戲跟那個serious的game 他們還有這個實際問題的solution跟simulation 其實只有一牆之隔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在美國911的恐怖攻擊事件的時候 當時就有很多人在網路上傳言說 這些恐怖分子就是使用微軟公司的 Flight Simulator 學會怎麼開這個波音747 然後去撞那個世貿中心的大樓 這顯然是誇大其詞 可是你再想想看 很多飛機在研發飛行員訓練的時候 通常都需要在這個飛行模擬器裡面 訓練好一陣子以後 才可以去開正式的飛機 減少這個可能發生的這個損害 那可是這個 那樣子的遊戲 的那個 飛行模擬器 其實 基本講起來 就是一個比較複雜 比較模擬接近現實的 一種遊戲程式而已 那再想想看 比方說 這個我們仲介 房子的時候 那麼我們可以利用 這種3D的 這種場景 然後來看 這個房子裡面的 這個裝潢設計等等 所以呢 這個其實 遊戲程式 跟這個 實際的 這個用途 其實 是相當的 接近 那因此 如果我們能夠 處理一些 遊戲程式的時候 常常 有些時候 我們就有能力 去解一些 現實社會的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 要講的內容呢 是 以Roll or Ball 的遊戲 來作為 介紹的 參考 我們先 拿已經完成的遊戲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就用 AWSD 四個鍵 來操控 中間 白色的 母球 它的運動 然後呢 這個白球 撞到黃色的 collectable object 的時候 它就可以有 分數 所以呢 我只大概玩一下 我可以在影片上面的 Unity的公司 網站裡面 它有教學 實作這個遊戲的影片 那在這影片裡面 就有比較更清楚的玩法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裡它顯示的就是 實際上 如果像我們剛才 要用play game 去玩的時候 它就會 是講這個樣子 然後當你把平台上面的 所有這些 黃色的旋轉方塊 全部都撞完以後呢 那你就贏了 然後那個分數就可以得出來 這個是一個 用來介紹 Unity 3D的一個 蠻好的應用的一個例子 好 所以我們在介紹 Game的大概概念以後 那我們稍微回顧一下 上次已經講過的 Design Interface Unity的設計介面 接下來我們就談到 怎麼去建立起這個遊戲 怎麼樣去 寫一個程式 去移動 白色的player 母球 如果是在這個母球移動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攝影機必須跟著這個球的移動 拍攝 那這樣子的話 才會讓遊戲的畫面 都是聚焦在player的附近 那接下去 前面講的player 還有地板 是沒有界線的 沒有邊界的 所以球走到邊邊以後 就會掉下去 那因此 我們要把 藍色的地板呢 加上 四面框框 然後讓白色的球 會掉出去 接著我們就要開始建立 這一些 黃色的 一直在旋轉的 方塊物體 我們要看說 怎麼樣 可以讓 這個遊戲 統計 圓球 撞倒了多少個 pick up 然後呢 把到目前為止的成績 還有它是不是贏了的 訊息 顯示在 畫面之上 然後最後 就是建立這個遊戲 並且執行 這個我們在前一次 介紹 Unity 2D 來寫 視窗介面神式的時候 就已經介紹過了 好那我們就先看 Rawboard的介紹 事實上 Unity 作為一個 遊戲設計工具的 領導廠商 其實在他們的 網站裡面 有非常多的 應用的實力 可以利用 這一些 在Unity網站裡面的 種種的 素材 參考你自己 想做的遊戲 來學習 Rawboard Game 就是它其中的一個 給初學者 在Unity 3D裡面 相當簡易的一個 很容易學習的 一個 Tutorial 它有大概 10個 影片 每個影片 都很詳細的 介紹 從開始 怎麼設計 到實際 怎麼測試 怎麼去應用 這些東西 都有很詳細的解說 所以呢 如果上課的 聽講有漏掉 或者中間 某些細節 沒有辦法 連接起來的話 建議你就選擇 去參考 網站裡面的影片 接下來我們就來談到 設計的介面 跟前一次 利用Unity 做2D的 突襲使用介面 程式 不一樣的一個 開頭呢 就是 一開始選擇 新的 Project 的時候 就要使用 3D的選項 而不是 前次所用的 2D 為什麼 Unity的程式 它可以 相當 栩栩如生的 顯示出 各式各樣的 3D 物件 而這些 3D的物件 跟我們在 日常生活裡面 所實際看到的 外型 還有光影 等等 幾乎都沒有什麼差異 大概在 1980初期的時候 我從美國 回來台灣 那時候 就產生一個 新興的 研究領域 那叫做 Computer Graphics 計算 圖學 在那個時候 我原先 是進行 電磁理論的研究 我們的 電磁理論研究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 射線追蹤 我們去追蹤 電磁波 它的傳播的路徑 碰到東西 會反彈 跳到哪邊去 雷達在哪邊接收 等等之類的 這個研究 所以那時候 我其實就對 電腦圖學很有興趣 所以我也花了一些時間 來做這些 電腦圖學的研究 那在做這些電腦圖學研究的時候 開始呢 因為有很多 硬體工具上面的限制 很多 計算機圖學上面 能夠畫的圖 大概都是2D的 要畫3D的圖呢 是有人嘗試 但是結果都不怎麼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早期的遊戲 很多都是 2D的這些game 卷軸遊戲 或者是 坦克 打子彈 這些東西 可是那個時候呢 有一個人他想到說 如果要我們產生一個 栩栩如生的 看起來像真正的物體的話 必須利用光學 來做這件事情 那因此呢 他所做的想法就是 假定 我們有一個 球 在這個地方 因為那個時候 計算機的能力很差 所以他只能考慮 簡單的一些 幾何形狀 那因此呢 他考慮 把假定一個球 擺在這裡 假如說他是一個 玻璃球 那底下再放一些 方格子的桌面 這個時候呢 他們想到了一個 稱之為 色線追蹤 ray tracing的 畫圖的方法 他把電腦的螢幕 想成是一個 攝影機 拍攝 外面這個場景 的一個 畫面 就好比說我們在 寫生的時候 有時候會拿一個 紙板的框框 看出去 去找 適合畫的景物 一樣的意思 我們所看到的 電腦螢幕 他可能 就是在 這個地方 所看到的 各種物件 顏色的投影 那於是 我們怎麼樣決定 視窗裡面 每一個 Pixel 應該呈現出 什麼樣的 顏色呢 那我們就從 光學的 想法去想 假設 我們有一個 光源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光源 打出去的光 會打到這個物體上面 它會在表面 反射 或者是 折射 那如果 有這些反射 折射的光 會進到 我們的 通過我們的 剛才考慮的 取景的窗框 到達這個 攝影機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決定 他所通過的 這個Pixel 應該呈現出 什麼樣的 顏色 運用這種方法 我們只要 從攝影機出發 去追蹤 他打到的是 哪一個 物件 在網球追 光源是來自 什麼地方 那因此 他就可以 決定 這個地方 這個Pixel 他所需要 呈現出的 顏色 亮度 透明程度 等等 都可以顯示在這個地方 好 那隨著這個方法 不斷的改進 而且他可以 變成 處理各式各樣的 材質 貼圖 等等的東西 就用這一種 成為 ray tracing的 基本概念 那麼這樣的一個概念 當然你可以想見 他的計算 的負擔 是很重的 因為呢 你要追蹤的 射線 包括 畫面這邊 每一個Pixel 都需要去追蹤 一條射線 然後每一條 射線 可能都有好幾次的 彈跳反射 才找得到 他原來的光源是什麼 對不對 好 因此他的計算的 複雜度相當的高 等到什麼時候 這樣的一個 3D成像的觀念 變成是一個 非常通行 非常outstanding的方法 那是來自什麼時候呢 是來自 NVIDIA 還有AMD 他們推出了 Copressor 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 GPU 圖形使用處理器 他們配合電腦的CPU 可以使用 幾千個 幾萬個 GPU 同時各自 追蹤一條射線 因此 我們就可以在 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把取景的這個窗框裡面的 所有Pixel 全部都填滿 我們才可以在 現在網路上面 或者是很多的電腦遊戲上面 玩到 畫面 非常的逼真 可是又可以動態 呈現的 這種 遊戲的這個場景 那他所根據的 背後的概念 就是3D成像的 這種 ray tracing的觀念 所以由這個觀念 出發呢 我們的 Unity 他基本上 就是一個 我們剛所說的 射線追蹤的程式 所以呢 我們在 Unity裡面 他所做的這些事情 基本上就是 容易讓你 建立起 這些3D的 物件 然後 再讓你搭配 填寫的 這些 C-Shop腳本 然後讓 這些物件呢 能夠 有動態的變化 那這個是我們在 上一次 Unity 2D的時候 已經介紹過的 左邊 兩個 就是 設計的場景 以及 他所呈現的 遊戲的 畫面 再來這邊的 三個 部分呢 就是 物件的 Hierarchy 還有 資源的 檔案夾 然後這邊是 呈現 各種 物件 特性的 Inspector 那這樣一個概念 那我們在前次 GY2D的討論裡面 我們已經 介紹過了 這些 主要 成分 他們的 應用的方式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 開始 進行 3D的 遊戲 場景 建構的說明 在建構 這些3D場景的時候呢 要記住 有一個很重要的 基本的架構呢 就是 你所呈現的 3D坐標軸的位置 還有呢 怎麼樣去利用 這些坐標軸呢 進行旋轉 或者是平移 等等的工作 注意看 它的坐標軸的顯示呢 我們把它叫做Gizmo 這個Gizmo裡面呢 有X方向 Y方向 Z方向 那麼 X方向是紅色的箭頭 Y是綠色的箭頭 然後 Z是 藍色的箭頭 那麼你可以注意到 它的 XYZ 坐標系統 跟我們常用的 右手坐標系 是不一樣的 它是 左手坐標系 那為什麼選用 左手坐標系呢 因為 它就跟在 與早期發展 電腦圖學的時候的 觀念一樣 它把 Z方向 看成是 朝我們眼睛 來的方向 X方向是 朝右邊 Y是朝下 那 XY Clock起來的話 那 Z方向就朝向我們 那因此 它採用的是 左手坐標系 所以這個是要注意一下的 那另外呢 Gizmo底下 它有一個小小的 幾個字在這裡 寫的可能是 PERSP PERSP 或者是 ISO 那在我們進行 工程圖學的時候 PERSP呢 就是我們通常 美術課裡面 所講的 透視 也就是說 我們所呈現的 一個遊戲畫面 是要以 透視的方式 呈現 還是以 等腳投影的方式 可以選擇 PERSP 或者是 ISO PERSP呢 就是好比 我們看到 走廊很長的話 那這些 長廊 對面房間之間的距離 會隨著 我們看的距離呢 而變小 也好像說 我們在遠處 看一排 鐵路 那它最終呢 會消失在 地平線上面的 一點 美術課裡面 就有所謂的 單點透視 兩點透視 多點透視 等等 都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比較遠的東西 它就要比較小 比較近的東西 比較大 那這個叫做透視 的方式 scenario 那如果是 ISO的scenario的話呢 那就是代表說 我們所看的場景 它的 XY 這三個方向呢 它會保持 它們彼此之間的 長度比例 那麼不會 因為比較遠 就縮小 它 因此呢 Gizmo 可以用這個東西 底下這個部分呢 要按鍵 選擇是使用 透視 或者是 等腳投影 那你還可以使用 按住 滑鼠 右鍵 往左移動 或者往右移動呢 去 做整個 畫面的 旋轉 那我們也可以 設定 畫面的 長跟寬的 比例 Game Object 我們在前一次 也說明過了 就是說 在整個Unity的架構裡面 所有的物件呢 都是 Game Object的 子物件 那因此呢 這個Game Object裡面 已經有一些 現成的 功能可以使用 那我們的 其他的物件呢 繼承 這個Game Object的話 那就可以 自動的 擁有 這些功能 然後再加上 你所補進去的 function 那這種 Game Object 它可以包含的內容呢 包括 我們會用到 是 3D的 模型 還有一些 其他的 像 particle system 微粒系統 那這個 各位大概 不太會用得上 如果用得上的話 就很高端 那個是用來 去模擬 比方說 火焰 或者是 氣體風 爆炸 水 之類的 那其他的種類 請你自己去 但是很重要的 一個Game Object 就是 每一個Game Object 它會有一些 component 那所謂的 component 其實就是 我們在 物件導向 設計裡面 所談到的 一個類別裡面的 成員變數 或者是 成員函式 因此 關於 這些 3D 物件 它的位置 移動的狀態 等等 是所有的 Game Object 都具備有的 基本功能 因此它會有 transform property 可以在這個地方 利用左鎖座標系統 去設定你的 物件 位置 角度 長短 等等 另外一種 component 就是它所對應到的 方選的腳本 component 裡面 它可能有 例如說 畫出一個 2D的 影像的 component 那叫 Sprite Mesh 的話 就是3D的 畫它的時候 要使用 這一種 Mesh 網格 去呈現出 一個物件 再來 比方說 我們的東西 會碰撞的時候 我們需要它 符合一定的 物理規則 如果我們把它加進去 一些 Physics related 的component 的話 它就會 在撞擊的時候 會呈現出 比較符合 物理學 也比較符合我們日常所見的 狀況出現 再來 就是 一種重要的component 就是 script 那也就是 相關的物件 它在 遊戲進行的過程裡面 要如何 隨著時間 來改變 行動 那就要靠 我們 給進去的 script 像是我們在 前兩次 所說的 GUI的程式的時候 也是利用 script 來掌握 各種不同的 GUI元件 之間的行動 這個部分 我們就 說完了 它的 design interface 那接下來 我們就開始要建立 這個遊戲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同樣 這一部分 我們也可以 在 Unity的網站裡面 看到影片 然後你就可以學起來 怎麼完成 這一部分 當然我們首先要 建立起一個 project 然後 把場景 先存起來 叫做 minigame 然後 然後我們所做的事情 第一個步驟 是要把 Rowerboard 它的底下的地板 要先把它建立起來 這個地板 是一個平面 因此 我們所採取的方法 就是在 game object的地方 選取 這個 3D物件 選擇 平面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出現 一個 我們場景裡面 就會跑出一個 中央在 圓點 單位長度是1的 平面 出現在這裡 這是一種 產生 物件的方法 那麼 另外一種方式的話 就是跑到 Hierarchy的這個地方 點選 加號 然後點選 Plan 得到這個 Plan這個結果 在我們的 這個遊戲裡面 我們就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 ground 地面 在這一部分 就是關於 這個ground 建立起來的時候 然後裡面的性質 我們可以從 畫面裡面 來看得出來 在minigame裡面 我們有一個ground 就是剛才建立起來的平面 我們改名叫做ground 然後 在inspector這個地方 就告訴我們ground這個平面 中心點 在000的地方 我們對 X軸 Y軸 Z軸的旋轉量 都是0 Scale XYZ的比值都是1 所以這個是 我們先做出來的 一個 基本的 3D的物件 再來呢 我們就可以 移動 或者是 旋轉 這個平面 那它的做法 其實就是 運用 按鈕 這個地方 讓畫面 旋轉 如果你選這個以後 那它就會出現 這樣的一個 三個 不同顏色的圓 在那個地方 讓你可以用 我們剛才所說的方式 滑鼠的右鍵按住以後 做左右或者是上下旋轉 另外 手的這個按鈕 則是讓你把整個畫面 往左或往右移動 上下四方的箭頭 就代表的是 上下放大的比例 如果是選到這個按鈕的話 它這裡有三個顏色的 屏影師編型 那就分別代表 三個平面 然後你可以抓住這個平面 開始呢 移動 那接下來的 要做的物件呢 就是要產生 中間的 母球 Player 產生這個 物件的方法 跟剛才類似 你就是 到game object 裡面 按object 然後產生一個 sphere 把它 重新命名叫做Player 在這個時候注意說 這球本來應該說 球星是落在000 也就是剛才這個平面 它的中心 然後它的半徑呢 是1 所以這個球呢 其實是 有一半 在這個ground 之上 那一半在ground之下 那我們現在的camera 拍下來的時候 那我們看到的 遊戲的畫面 就會看到這個球 有一半在這個平面之上 一半在平面之下 接下去 我們要特別去處理這個球 所以我們可以在 Edit選項裡面 選擇一個叫做 frame selected 把整個畫面聚焦在 圓球之上 原先的ground 還在它底下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球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聚焦成這個樣子 如果說我們想要 這個球呢 是要落在 這個平面之上 能夠滾動的話 那麼要嘛就是 把球往上移動 要嘛就是 把這個平板往下移動 讓球可以剛好 接觸這個平面 那在這個地方 顯然比較容易 可以做的事情 是把平面往下降 好 那因此 我們的做法就是 選擇ground以後 那麼我們在它的 inspector 裡面 在它的property transform 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的 中心原點的位置呢 把它改變成為是 y等於負的0.5 上下的方向 往下 成了0.5單位 那這樣一來的話呢 這個球 就剛剛好落在 這個平面之上 那在其次 剛才的 畫面 ground 跟player 看起來都是 金黃色 這個樣子的話 對於我們玩起 遊戲來的時候 它的對比 不夠強烈 所以從 美感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原先我們給各位看的 範例遊戲 頭 它的ground 是深藍色 然後球是白色 他們的對比很鮮明 看起來比較舒服 所以呢 我們首先要做的事情 是把ground的顏色 變成是深藍色 那我們怎麼做呢 好首先我們先 產生一個 新的檔案夾呢 叫做materials 所謂的materials呢 在電腦圖學裡面 它所代表的 其實就是 物體 它的顏色 表面的粗糙程度 反射光的能力 折射的能力 等等這些東西 統稱 是一個material材料 在這裡呢 我們不用考慮到 那麼複雜的 光學上面的問題 那我們呢 直接就採用 material呢 來表示 這個物體 它被白色的光 照到的時候 應該要呈現 什麼樣的顏色 那因此 我們就產生一種 新的material 叫做 background 所代表的 就是ground 的顏色 選好以後呢 我就選擇 顏色 這叫arbitro 在顏色選擇的地方呢 那我們把它 對應的 顏色的這個表單 這個地方 左邊這個地方 選擇 RGB呢 它的值分別選擇是 0 32 跟64 這就呈現出 沒有啦 紅色 那綠的成分 跟藍的成分 分別是 32跟64 那還有一個 A是alpha的值 那通常在電腦圖學裡頭 一個顏色的特性 那麼除了 使用RGB 三元色 組合我們所要的顏色之外 我們還增加一個 alpha 那這個值如果是255的話 就表示 它是完全 不透明 那如果這個alpha的值 是50%以下的話 那就它有某種的 透明程度 所以就可以在這種顏色後面 還可以看得到東西 我們把顏色選好以後 把它拉到ground這裡 我們就發現 ground呢 它變成了 深藍色 但是這個深藍色現在看起來不明顯 而且這個球還是看起來是 金黃色的 那就是我們採用的光線 不一樣 光線對於物體的顏色 也是相當重要的特性 所以以前商店賣西瓜的時候 常常會把西瓜剖開 然後在上面使用紅色的燈 就感覺到說切開了西瓜 紅得很漂亮 我們所使用的燈光 也會跟物體所呈現的顏色 有一定的關係 那因此呢 可以調整這個光呢 變成是白色 它的RGB都是255 可是這樣子是 表現出 我們光打過來的顏色 光在什麼地方打 什麼角度打 也是很重要的 3D 場景的呈現的 基本要素 這個在 心理學上叫做 Q 也就是說 你眼睛會看到很多的 線索 在你的大腦裡面 建立起一個 3D的影像 所以我們要給它各式各樣的Q 你看 這東西明明畫在前面上是圓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大腦裡面 會把它建構成是一個球的形狀 那這個主要原因 就是這個光跟影 會讓我們呢 把它聯想到一個 光線從某個地方來的時候 的一個3D的這個場景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假設 光來的方向 是從左上方 60度的地方 打過來 這個時候 Y的旋轉 負60度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光從這邊過來 然後它這一邊 會有一個 陰影出現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 在我們大腦裡面 產生一個 3D的 球的這個影像 所以我們介紹完了 Player球的 Ground的建構 那麼下一步呢 我們就要讓 這個球呢 能夠開始運動 在網路裡面的影片 也有非常仔細的說明 使物體能夠隨著時間 依我們所設想的方式 改變 那麼我們就要利用 腳本來幫我們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 來設定 Player 它有什麼樣的 物理特性 使得它 產生一些 我們所需要的運動 首先 我們使用 Hierarchy 找到Player 那就會出現 這個Inspector 出現這個Inspector以後呢 我們 要增加 Player 它的物理特性 我們就必須 增加一個 物理的元件 所以我們在 Player的 Inspector裡面 它最底下的 Add Component的地方 按下去以後 電腦呢 就出現很多 可以選擇的 component 很多的元件 你要它移動 在物理學上面來講的話 就是 Kinetics 運動學的特色 所以我們必須 設定它的 運動學上面的 特性 那麼在 物理裡頭 那麼有很多的 方式 可以提供你利用 比方說這裡會有 Fix the joint 或者 Hinch the joint 是關節的運動 應該就是 用在機器人的 設計呈現上面 各位曉得呢 現在我們的AI 蠻紅的 機器人的研究 也是 非常受到 重視 幾乎現在 主要的一些 機器人 他們的特性的 開發 跟模擬呢 都是使用 一個 特殊的 系統 叫做 Robot Operating System ROS ROS裡面呢 呈現 機器人的 方式呢 就是 搭配 Unity 3D 在裡面 就可以模擬 各式各樣的 機器人 我們知道有所謂的 單軸機器人 雙軸機器人 一大堆 那這些 他們的運動 可能就是可以用 這一些特殊的 物理條件 來加以描述 那我們現在不是 做機器人 我們只是做一個 可以滾動的 圓球 那我們所給他的 就是希望 他在 碰到東西的時候 能夠有反射的 現象 或者說是 可以停止不動 這一類的 碰撞的 過程呢 我們可以把 這個物體呢 設定成是 鋼體 Ready Body 就是指 這個物體的 完全 彈性 碰撞 當他 碰撞的時候 他原來的 速度 會轉成是 反方向的 速度 跑過來 不過 鋼體呢 他有程度上的差異 如果說 他碰到東西會變形 再慢慢 恢復原狀 在他的形變的過程裡面 他的速度 可能就會 變小 那一種就是 他的 Rigid Body的 程度 沒那麼好 彈性係數 沒有那麼高 我們現在呢 不管我們就是 選擇一個 Rigid Body 那這樣的話 才可以 讓他 跟其他的東西 能夠碰撞 再來呢 我們先把 這裡的一個東西 叫 Intrigger的地方呢 先把它去掉 那我們後面 還會再補回來 重新 增加他的功能 但在這裡我們不用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因為我使用早一點的 Unity版本的時候 這個地方不是問題 可是呢 用現在這個新版本的時候 這裡就是問題了 Use Gravity 還有 Is Kinematic 這兩個我現在這裡都先把它空下來 Use Gravity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打開這個 Inspect的時候 它這裡是 打開一個勾的話 就表示說 你要使用重力 所以我就發現說 當我們的 這個Ground 跟這個球擺上去 我開始Play的時候呢 這個球還沒有開始動呢 先穿破了這個Ground 然後一直往下掉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讓他只能是 上下左右移動 那我們就要把 Use Gravity 這個部分去掉 也就是我們暫時 不使用重力 那因此呢 這個是 Clear 我要給他的一些 物理的機制 接下來 我們就要讓 球呢 開始 隨著 AWSD鍵移動 那麼因此呢 我們要建立起一個 專屬於這個 Player的 Script的腳本 那這個腳本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 PlayerController 我們寫好一個 Script的版本呢 然後把它拉進去 這裡呢 把它拉到 Player這邊來 這個在我們的 PlayerInspector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他出現了一個 PlayerController 著名是 Script的東西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 Add Component 去增加 Script 再把它拉到 Script裡面去 Script要怎麼寫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 我們在剛才的 Script上面 滑鼠連點兩下以後 我們用的是 VideoStudio Code 我們的VideoStudio Code 就會打開 然後就出現 這裡面的 這些程式 如果你使用的是 VideoStudio 2017的話 你的VideoStudio 2017 也會自動打開 然後跑出 這樣的一個程式 所以請注意 今天所講的內容 不管你是使用 VideoStudio Code 還是使用 VideoStudio 2017 都是適用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 PlayerController打開以後 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系統 跑出這樣的一個 已經有的程式模板出來 首先我們注意到的是 他會有一個 Unity Engine 所以他會使用 Unity提供的 還是酷 控制 PlayerController 那這個PlayerController 它繼承 這個 複類別 叫做 MonoBehaviour 我上次跟各位報告過 早期 Unity 它所使用的腳本語言 是 Mono Mono其實就是 早期 在Mac 採用的 簡化版的 C Sharp 那現在 Unity已經可以完全 支援 C Sharp 沒有問題了 但是 這些早期的名稱 就還是留下來 所以這個PlayerController 我就讓他 繼承一個 複類別是 MonoBehaviour 那這個MonoBehaviour 同樣 也是Unity 架構裡面 他已經寫好的一個 蠻高階的 抽象的 Class 所有這些 Script 都要繼承 這個MonoBehaviour 才能夠 被系統 所叫用 處理 物件的 移動 等等的行為 再來 他有兩個 Function 這兩個Function 我們在介紹 GUI程式的時候 都有把它 跳過去 因為我們不太用這個東西 可是 在這一種 物體運動的時候 Update 就變成是 很重要的一個Function 這是什麼原因呢 首先 這個Start 是 這個物件 剛開始建立的時候 那他要去 呼叫的Function 那麼 Update 是 當我們的 遊戲 或者是 嘗試的場景 開始運作的時候 那麼他每隔一個單位時間 就會去計算一次 每一個物體所對應的位置角度 等等相關的行為 我們可以假定說 我們的模擬的時間 是從0到3秒 0到3秒的時候 他可能每百分之1秒模擬一次物體 他的行為是什麼樣子 在每一個Frame取樣的時間的時候 那麼他所做的這一種更新的計算 就是要擺在這個Update裡面去 Update有好幾種方式 我們要用到的是Fixed Update 其實也是一種固定在多少時間 就取樣一次的這種狀況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幾件事情 首先 Player Controller 計程Moral Behavior以後 我們希望他能夠呈現一個 滾動的 我們需要能夠告訴電腦說 我的這個球 他要再沿著什麼方向移動 我們都知道 基本的物理學裡面告訴我們說 任何一個鋼體的運動 他都可以分解成為一個水平的位移 移動還有一個旋轉的運動 那麼因此在這個地方 我們假設滾動就給他去做 但是呢 水平的移動的部分呢 那我們就用 ADWS這些鍵來控制他 我們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們要準備一個 Rigid Body RB這個物件 所做的事情 就是幫忙處理 鋼體運動的部分 再來 產生的運動的速度 是多少 我們的這個球在滾動的時候 他往某個方向走的速度會是多少 那在每一個time frame update的時候呢 我們把它分成兩個分量 一個是水平的分量 一個是垂直的分量 那所謂的垂直跟這個水平 其實就是在平板的平面上面 我們可以假設 橫向的是X軸 那Vertical的是Z軸 我們就可以利用 A鍵跟D鍵 處理水平的移動 W跟S呢 來處理 Vertical的運動 我們就 在每一個update的時間 我們去 讀取 Input 其實他就是 從我們 遊戲的一些 基本的設定裡面 我們會知道說 這個input就是代表A鍵跟D鍵 Vertical的這一部分的話 他代表的就是 W鍵跟S鍵 他會把你每一次按的 Toyonto跟Vertical鍵的時間 可以計算出 你希望他水平方向要多大的力 Vertical方向要多大的力 我們得到一個Movement 我們就把Movement乘上 Speed呢 那就是他的運動的大小 注意一下 這裡其實跟物理是不太合的 你如果學過動力學的話 就知道說 我們的力加下去以後 要變成是 他的這個位移 其實要經過一些積分的計算 這個地方 他只是 讓你很直覺的 設定說 某個方向運動的多一點 某個方向運動的少一點 然後把它乘上你的設定的速度 如此而已 所以這裡不必太計較 物理的擬針的程度 如果你可以擬針的程度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寫 事實上好像以前有人寫過 擬針撞球 這裡面 所有的球的運動 都是遵循很規矩的 這個物理學來的 這個事情 我們前面不是講微軟的 Fly Simulator嗎 據說他模擬飛行 真實到什麼地步呢 連螺旋槳在轉的時候 整個飛機會稍微偏左 連這個細節 在他們的模擬程式裡面 都有設定 可是如果我們的目的 只是像我們剛才這樣玩一玩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 不太計較這些事情 事實上 當年我們在 做電腦圖學研究的時候 我突發奇想 想說 光學研究的很多 我可不可以把光學 拿來去產生 一些東西的影像 那時候資訊系的歐陽明教授 他是計算機圖學的大師 他就跟我講說 現在最困難的就是畫頭髮 怎樣把頭髮畫得很好 我說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物理的光學 打的比較簡單的就是那個金髮 像金屬反映的顏色 我說好 我們就來做這個 所以我們就拿這個光線 去打頭髮的物理 我們用很厲害的電磁理論 什麼東西去計算 然後算出 它的顏色應該是多少 好我們算完以後 不太好看 然後我們把這個投稿到國際期刊以後 他們告訴我們說 你這個圖不夠漂亮 不可以 所以我們覺得說 我們有把物理模擬得很詳細了 可是對於導圖學來說的話 讓人家覺得好看真實的影像 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影像是不是真的符合物理 或者真正的什麼東西 他們不是那麼care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在市面上可以看到一些 遊戲設計的書 就有一類的遊戲的書 是專門講是 遊戲裡面的物理 這遊戲裡面的物理 其實是 沒有那麼真實的 只是要看起來感覺不錯 就好了 剛才我們所看到的 Behaviour的這些原始碼 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都會有兩個function Start update Start的話 是指說他的行為 第一次 要被啟用的時候 他該做些什麼事情 update 就是在每一個frame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以剛才的這個 PlayerController來說的話 那 一開始的時候 Controller 出現的時候 他必須 設定好 他的rigidbody 該怎麼建立 所以他在 Start的地方 就使用一個function 叫做get component get rigidbody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把 Unity 在別的地方 已經寫好的一個 rigidbody function 這個物件 拿過來 Assign 給這個 RB 來應用 因為你在 整個 Player要動的時候 你要先有 rigidbody 的 function 功能進來 才可以 所以在一開始 就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 在每一次 Unity 取樣的 時間 改變的時候 他就要去 讀一下說 現在 產生的 橫向 縱向的 這些力 分別是多少 他就根據這個東西 去計算說 Player 力 應該加起來 到什麼地方 除了 Start以外 還有一個 類似的 function 叫做awake 主要就是說 當這個物體 他可能用過一陣子以後 可能慢慢的就 沒有再被 驅動 他就idle在那個地方 然後等到他重新又被 教用的時候 他要先 到awake的地方 執行awake要做的工作 才繼續進行 Player這個物理的機制 還有 Update Event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說 一個game 其實是 像一個動畫 每一個動畫的製作 一定要 知道他在每一個 Frame 比方說 人眼睛 那一秒鐘如果能夠 30幾個Frame 的畫面通過的話 那他會產生 運動的感覺 這是電影的原理 那動畫也是這樣子 game 裡面 他也採用這個方式 他設定好 比方說每 三十二分之一秒 或者是每 二十四分之一秒 他要產生一個畫面 那每一個畫面 產生的時候 就要使用 剛才這些update fix update 等等之類 去重新計算 這些物件 位置 狀態 行為 這些東西 有了他在每一個 frame 裡面的時候 的這些表現以後 那麼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frame 的時候的畫面 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把很多這個畫面 連貫起來的話 那就變成是一個 遊戲的 感覺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update function 是一個東西 他要真的能夠 動態運動時候的一個 最基本發生的地方 當我們寫好了剛才那個 Player controller script以後 這時候呢 我們到這個inspector去看 Player的inspector裡面 我們把Player controller拉進去 這個Player裡面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個地方跑出一個空格 前面寫一個speed 那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上一次在講 GUI畫面設計的時候 有提到過說 在spector裡面 他的script地方 會把你所宣告的 public的這個物件呢 會顯示在這個inspector這邊來 然後呢 這些public的物件呢 你必須要從project或者是 就是hierarchy那一邊 把他的運動的物件呢 拉過來這一邊 來填這邊所設定的公共 public的物件的宣告 那目前呢 spector它不是一個 特別的game object的物件 所以呢 他在我們剛才宣告的時候 是一個簡單的float 浮點數 所以我這時候就直接給他寫一個 0.05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就是 Player script的這個設計 弄好以後呢 我們最好就是按一下 這個play這個key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用AWSD四個鍵 控制Player運動的方向 可以看變化 那是因為呢 ground是一個有限的大小 所以呢 這個球啊 如果你讓他向右或者向前向後移動的話 一直移移過去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他會掉下去 可是我們現在又沒有設定重力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到說他就 已經沒有ground了 他還是一直在這邊移動 水平這樣移動過去 這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情形 那我們需要把它框起來 不過在框起來這個東西之前呢 我們先講一個 攝影機camera的概念 前面講過 3D成像的原理呢 是使用電腦螢幕的畫面 當作是一個寫聲時候的取景框 我們的眼睛就對應到某一個攝影機的位置 因此可以決定說 我們看到的這個畫面 是長什麼樣子 如果說 球啊 滾滾滾滾滾滾滾 滾走了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的眼睛 或者說我們的攝影機呢 沒有跟著移動的話 那這個球呢 滾滾滾滾滾 就會怎麼樣 跑出所設定的 這個取景框之外 然後我們就看不到這個球了 為了避免這種狀況發生 我們就要把攝影機的位置附著在跟球的一個固定的一個關係上面 這樣子的話 球跑到哪裡 我們這個攝影機的焦點就跟著移動到什麼地方去 你總看得到這個球 所以在這個地方所做的事情 就是要移動這個攝影機 就是到這個地方 選擇 Main camera 在這個地方是我們的攝影機 在這裡 這個地方 那你就想像 這裡呢 有一個取景框 攝影機 透過這個取景框 看到這個遊戲的畫面 這個遊戲的畫面長什麼樣子呢 大概就像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他是在上方 稍微清斜 你會看到 有天空 Ground 有球 下面是 把camera的preview 放大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在inspector這裡 他已經 設好 他把z放到-10這邊位置 這個是camera主要的攝影機 我們接下去呢 就讓他 設定是y等於10 Ground是在多少呢 是y等於-0.5 對不對 球星是在y等於0 對不對 OK 好 那因此呢 我們把這個攝影機 y射成10 意思就是 我們把這個攝影機的位置 提高到 這個球的 9個單位之上 然後呢 我們讓他 有一個 45度的旋轉 他就可以 拍到 全景 可是這樣的一個 view的話 並不會 跟著 母球這樣走 因此呢 我們要去 讓攝影機呢 遵循著 一定的 Script設定的方式 來移動 那因此 我們就有必要 產生一個腳本 我們就把它叫做 camera controller 可以想見的 在這時候 你的camera controller裡面 必然 就像剛才那個樣子 就只有 Start跟Update 這兩個方式 而已 那因此呢 我們就要 改寫一下 腳本 我們還是要 先寫一下 camera controller 然後再來 觀察說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一個 public的object 再把那個物件 拉過來 camera controller 他 還是繼承 mono behavior 攝影機呢 他如果說 要跟著 Player來跑的話 那我們的 class裡面 就得要把 Player呢 變成 我們的 成員物件 所以我們有一個 game object 叫做 Player 我們還有一個 定義一個向量 叫做 Offset 就是指 現在的 攝影機 跟Player 相對的 位置 是多少 那麼我們 希望 這個 camera 能夠 跟著 Player 一塊走 就是 等於 我們希望 camera 位置 跟Player的 位置 之間的 相對的 位置 是固定的 好 首先 我們把他 現在的 camera位置 跟Player的 位置 相減 變成是 他的一個 Offset 這表示說 我現在的 攝影機 跟Player之間的 相對關係呢 接下來 我要讓他 維持在 都是這樣的一個 Offset 於是我們就在每一次 update的時候 這一次用的update 是另外一個 方式 叫做 late update 大概就是說 別的東西 都update完以後 再來update我 換句話說 你把所有的 東西都算完以後 我才要開始 拍照 你假如是攝影師的話 當你要拍的時候 一定是 大家都站好了以後 然後我才開始拍 對不對 late update的話 就等於是 把攝影機本身的 位置 設為 現在的 Player位置 再加上 Offset 這樣一來的話 我們的攝影機 就會不管 你這個球 滾到什麼地方 他永遠 跟這個球 維持著 一定的 相對關係 這個就叫做 CAMERA控制 接下去我們要來處理 這個球 會跑到 GROUND外面的 這種情況 那同樣 這部分 也可以 到網頁裡面 看他們的 影片教學 我們就開始 設定 這一些 四面的 牆壁 它的基本的 過程 就是 我這邊 所描述的 過程 所以你遵循著 這裡所列的 這種操作 過程 你就可以 完成 四面 白色的牆壁 首先我們來看的是 我們要建立起 C邊的 墻 Waste wall 朝上的軸 是 Y軸 我們考慮的是 X軸 跟 Z軸 C牆就是在 負的 X方向 所以呢 我們就先 採用 Game object 先 變成一個 Cubic 立方體 第一個 我們把它移到 負10 00的位置 我們就是假定 球 跟這邊的距離是10 因為球的半徑 差不多是1 它球從這裡到這邊 可以滾10個半徑 好 然後我們在 那個地方 擺上去一個牆 那這個牆的位置的 X軸 單位呢 是 負10 那Y跟Z不動 但是呢 立方體啊 我要讓它變成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長方體 那我們就 應用Scale 把它的 Z軸呢 放大20.5倍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 長形的東西了 然後呢 X方向呢 是 壓縮0.5倍 這就代表說 厚度是0.5 長度是 20.5 Y方向不動 這就完成了 左邊的 Waste wall 我們可以用完全一樣的方法 去把東邊的牆 南邊 北邊的牆 都弄好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把四個牆 都建好以後呢 那我們就開始測試 我以前做這個題目 從來沒碰過這種情形 可是這一次我重新再做一次這個題目的時候呢 發現Player走到這邊的時候 會穿牆而過 實在很奇怪 怎麼是都這樣 後來我就到網路上去找 這是我們做專題或者做作業的時候 必備的這種工夫 當你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問題的關鍵字 加上 C sharp 或者像這裡 Unity 然後直接丟到Google上面去找 Google裡面 它常常會告訴你 某某人可能已經 經歷過了這樣子的一個 錯誤跟這個困難 所以就可以根據它的說明來參考 這個東西的 修改比較麻煩 在這裡 不方便說明 請你就是到這個網址看它的說明 那我們加上了邊框以後 球呢 它已經可以在Ground上面滾動 但是碰到邊框的時候要處理 那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我們現在來看的是 除了母球以外 它在Ground上面運動 它要有它的目標 所以 我們希望這個球的移動呢 能夠把那12顆旋轉的立方體呢 能夠逐一的打掉 每打掉一個就得1分 然後得到12分的時候就獲勝 那這些旋轉的方塊呢 我們叫做Pickup 它是一種collectable object 就是說母球要去收集的 這一些物件 首先我們要先建一個 典型的Pickup cube 那這個就很像是 兩週前我們講GUI設計的時候 我們提到過說 prefab之類的東西呢 它可以讓你使用 Design Pattern裡面的 Prototype的這種方式 去建構 類似的東西 那麼Prototype的這一種 Generator 它跟普通的 Constructor 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說 我們使用 這個Constructor的時候 裡面所有的成員變數 必須透過 這個New和作業系統 取得所需要的 記憶空間 然後來存放這些 成員變數 所以它產生的速度比較慢 如果我們使用 這個Prototype的方式 去建立新的物件的話 它會把某一塊區域的 二鏡碼的東西 全部都copy過去 再做一些 對應的修改而已 所以它用不著 對於每一個變數 都使用New的方式在 作業系統那邊 要求產生區間 好 因此使用Prototype的方式 是比較快速的方法 同時 它也省掉了那一些 中間去設定來設定去的 這些問題 比方說 假如我們要把一個 物件A 產生一個物件B 通常我們的做法 是都採用 Constructor 所以物件A建完以後 物件B要遵循完全相同的方式 重新再建一次 如果我們希望 附件B是 附件A的copy的話 我們的做法很可能就是說 物件B的某個成員變數 等於物件A的什麼變數 然後再來物件B的變數 等於物件A的變數 這樣一直下去 所以這就造成一個 囉嗦的程式的寫法 但是你如果使用 Prototype的方式的話 它就直接把所有的變數 都填成是A物件的nail 然後你再去慢慢的改裡面的東西 所以它的速度比較快 而且你不用寫那麼複雜的程式 因此 我們要建立起12個旋轉的方塊 我們先從一個開始 這一個方塊 我們就把它叫做 Pickup cube 我們把它的位置 放在 y等於0.5 z等於0 它代表的是說 我們把這個方塊呢 它本來是一個立方體 中心是在原點 000的地方 那它的大小是1 所以呢 它跟球是一樣的 剛好把這個球給包起來 接下來呢 就讓它往上升高到y等於0.5的地方 以便它可以旋轉 我們再把它的角度 設定成是 對於每個軸都是45度 然後呢 每一個邊的邊長呢 都縮小一半 讓它可以變成是 差不多是一個 鑽石形狀的東西呢 然後大小剛好是球可以撞過去的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但它還沒動 它就是一個位置擺在那個地方而已 我們希望說 這個球去撞這些collectible的時候呢 這些collectible本身呢 都在自轉 這樣遊戲比較有意思 好 那因此呢 對於這個pickup呢 我們就產生一個腳本 我們就叫做rotator 可以看到 它就是有start跟update 這一次呢 我們就是選擇 每一個frame 要update的時候 我們重新算一次方塊 它在空間中的位置跟姿態角度 於是呢 我們直接使用transform 裡面的一個function rotate 那就是把原來的角度呢 我們轉一下 它對於每一個x軸 y軸 z軸 所旋轉的角度 分別是15度 30度 跟45度 好 可是它在每一次update的時候 不可能旋轉那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一次旋轉的時候 它的時間的差異很短 所以我們並不希望 它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就轉了15度 30度 45度 因此我們會讓15度 30度 45度呢 它只旋轉了每秒鐘的多少部分而已 舉例來講 假定frame 是1分鐘30個frame 在每一次取樣的時候 對著x軸的旋轉的角度呢 是15度乘上30分之1秒 這樣的話 它要花1秒鐘30次update 才能夠完整的轉15度 y軸旋轉30度 z軸旋轉40度也是一樣 它們所要乘的取樣的時間間距呢 都是delta time 是unity裡面 所設好的一個值 它大概已經試過 是到說 我每個delta time 取一個frame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遊戲畫面會比較穩定 比較好看 因此我們就是讓15度 30度45度呢 乘上delta time 來讓它旋轉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測試了 你會看到 這個東西 就在中間這個地方呢 滴滴滴滴滴的這樣的旋轉 但問題是 剛才這樣子 我們做了一個 對不對 那我們事實上 需要做12個 當我們有些東西 需要複製的時候 需要使用prototype 的方式來複製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想起 我們在前個禮拜 跟各位介紹複製撲合牌的時候 我們所用的方法 叫做prefabs fabs就是fabrication的意思 prefabs就是在製造之前 我們準備了一個工廠 產生所有我們需要的這些物件 prefabs呢 它等於就是 我們所要產生的game object 它的一個模板 或者說是blueprint 藍圖 它可以在 任何現在的project裡面的 scene裡面去應用 而且它是 運用已經存在的game object 利用prototype的這種方式 來產生 所需要的其他的這些物件 那這裡就告訴你 怎麼樣 去建構 其他的pickup 所以我們就是 先 產生一個 檔案夾 叫做prefabs 然後呢 我們把剛才已經做好的pickup 從hierarchy的地方 拉進去這個prefabs 讓它可以 被當作模板 來重新製造 然後我們在 原先的hierarchy的地方呢 我們再加上一個 群體的物件 叫做pickup 你可以想像 它是一個array 這個array裡面的內容 就是這些pickup empty的物件pickup 我們就把它的transform的性質 reset 我們再把剛才的那個pickup 拉到這個pickup 這個array裡面去 我們現在 就有一個pickup pickup是一些pickup的集合 那現在 它只有一個 原件 但是很快 我們在這邊 有利用這邊的 prefab 然後去製造出 另外的 十幾個pickup 但是在製造其他的pickup 之前我們要把我們的scene 弄成是 比較容易來放置 這些pickup的角度來看 所以呢 我們把gizmo 轉成是 Y軸朝我們自己 X軸朝這個方向 那這樣子的一個view呢 我們叫做topview 那你只要在剛才的 purple或者是 ISO 按右鍵 選擇top 它就可以 變成是這個視角 由上往下的這個視角 那由上往下的視角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pickup擺上去 那擺上去的時候 你要它排起來 像是一個圓形的排列方式 怎麼樣讓它可以排列得很好呢 那就是要這種由上往下的視角來 佈放這些pickup的話 比較好 先擺上去上下 然後再來根據這一段距離 擺估計的左跟右 這四點擺好以後 接著呢 再從這個地方 用一個感覺上 差不多距離的東西 擺在這裡跟這裡 也就是等於把這個90度的東西 大概三等分 然後放在差不多的距離 這樣子做要比起你連續擺12個這樣子要容易的多 這樣擺過以後呢 其他地方都比照辦理 而且排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到 這個點跟這一點 這段距離是要差不多的 而且要對齊 這一點跟這一點距離差不多要對齊 這一點跟這一點距離差不多對齊 這一點跟這一點差不多對齊 然後這一點這一點對齊差不多這樣 除此之外呢 還有我們需要動一個地方 就是在這裡 這個地方 那個原來顯示的是Global 如果你原先這裡所顯示的是Local的話 那現在把它改成是Global 就代表是說 整個這個東西 所有的運動呢 都是 群體一直運動的 不是各管各的 接下來我們要產生 12個Pickup 那這12個Pickup的話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從Pickup開始 你按右鍵 選擇Duplicate 一次Duplicate 就跑出一個Pickup1 Duplicate11次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 這12個Pickup的設定 這個設定好以後呢 點選這一個的話 它就會出現這個 那出現這個就可以開始 左右上下移動 像這樣子左右上下移動 把這12個Pickup都排起來 那有了這個以後呢 我們也希望Pickup的顏色 能夠醒目一點 那因此呢 我們就把Pickup呢 從原來的白色 變成是黃色 我們就是 像剛才的 做法一樣 產生一個 新的 Material 然後 把剛才的 Material 叫做 Background 把它 複製 Duplicate以後 重新命名為Pickup 那命名為Pickup以後呢 再利用Arbedo 去選擇顏色 是黃色 再把這個黃色 拉到Pickup裡面去 於是 我們就發現 這12顆Pickup 現在都變成了 黃色 感覺上 這個顏色 看起來就非常的 對比鮮明 接下來呢 我們就 使用Pleer 在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 旋轉攝影機 還有觀看我們的角度 看看這個樣子 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那最後就是 開始測試 那開始測試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這12顆Pickup呢 都在原地旋轉 那這個球現在是可以動 好 但是呢 它撞到這些Pickup的時候呢 沒有反應 所以呢 我們下去 就是要 能夠讓 Player 他去收集 這一些Pickup 捧擊他的分數 收集這些Pickup的方法呢 也是在影片裡面 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 Player 碰到這些Pickup的時候 可以 Trigger 激發出這個行為 碰到的時候 激發出這個行為 激發這個行為以後呢 就希望能夠把Pickup 弄到消失掉 然後累計分數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呢 可能會有 碰撞關係的呢 那就是 Player 跟地面 跟牆壁 跟Pickup 這個球 跟這個地面 我們可以不管 因為它會是一個 鋼體的運動 所以 除了一個 平移運動以外 還會有一個 旋轉的運動 那個旋轉的運動呢 這一部分 剛才的 Player Controller 已經做好 所以我們就不用擔心了 現在我們要處理的是 Player 它跟Pickup 之間的 碰撞 還有 它跟牆壁之間的 碰撞的問題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 從修改 PlayerScript 好 因此呢 我們要先 開啟 PlayerScript 然後呢 Script的這個地方 它是叫做 Sphere Collider 也就是說 我們的物件 它的外型 可能是 相當的古怪 因此 如果我們的東西 是一個古怪的外型 你要知道說 它有沒有碰到 另外一個 長得也很奇怪的東西的話 那麼 當你要去計算 這兩個物體 有沒有撞在一起的時候 那麼如果是一個 比較複雜的外型的話 你要計算說 這兩個東西 有沒有相交 是蠻困難的 數學問題 那麼因此 一個比較快速的想法 就是我們讓每一個 物件外頭都有一個 球形的防護罩 那麼我們只要去計算 外面的這個 防護罩的球 有沒有碰在一起 那我們再開始計算 更細部的 碰撞 這樣子的話 可以節省 非常多的 計算時間 好 因此在這種碰撞的時候 如果我們考慮的是 把這些東西的外型 用一個球體包起來 然後用球體來分析 是否碰撞的話 這樣子一個情況 我們就叫做 Sphere Collider 也可以有其他 簡單的外型的 碰撞的情況 例如說是 立方體 或長方體 等等 也有人嘗試 那樣的方法去做 好 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 Player 它是一顆球 所以很自然 我們就使用 Sphere Collider 這裡有它的球星半徑 這個都跟前面一樣 但是呢 這裡有一個 Is Trigger 這裡 剛才我們是把它取消掉 現在 我們要把它 拉進來 然後呢 這時候的材質 是 物理材質 不是剛才那個 顏色材質 所以這時候物理材質呢 我們可以暫時 不去做各種假設 就選擇一個 None 另外呢 作為一個 Rigid body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它的 旋轉的角速度 設定是 0.05 然後質量設定是 1 不去做內插 Collision Detection 你要偵測 它跟別的東西 有沒有相撞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 隔一段時間 去檢查一次 然後不是說 持續的檢查 所以它設定成是 Discrete 因此呢 我們把球呢 它的碰撞的一些 基本的東西 先設定好 接著 我們就來 修改裡面的 這些東西 關於剛才所說的 球狀Collider 這個東西呢 那我們可以從 Unity的網站裡面的 Document裡面 看到 這個Sphere Collider 有很多 可以運用到的 成員變數 跟成員函式 這裡有它的每一個 API 應用的情況 也可以參考 那因此呢 我們在 PlayerController裡面 現在要增加一個 新的 function 叫做 OnTriggerEnter 也就是說 剛才我們看到 Sphere Collider 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 以Trigger 打一個勾 表示 是說 它是可以被 激發 來決定 是不是 有撞到東西的 我們這時候 假定 它有碰到別的東西 別的東西就是什麼 ColliderOther 顯然是 Unity所提供的 另外一種類別 這些類別 就包含了 Player以外 所有其他的 這些物件 都叫做Other 這時候 我們就去檢查說 跟我們相碰的 Other 它是不是 有一個Tag 叫做Pickup 在我們剛才建構 這個Pickup的時候 我露了獎 我們有 把它上面的一個 TAG Tag的地方 把它弄成是Pickup 這個其實是 上上個禮拜 介紹 GUI設計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把所有的牌 都給它一個Tag 叫做Card 這樣子的話呢 當我要顯示 這些牌的時候 我就從所有的 Object裡面 選取 Tag 為Card的 這些物件 秀它 所以這裡也是一樣 把所有的東西都是 GameObject 物件 整個 畫面裡面 所有的物件 都是 GameObject 那麼因此 Unity裡面 它的Sign裡頭 它會把所有的 物件 GameObject 都建構在一起 當你想要 確定說 我是不是 撞到一個 Pickup的時候呢 我就去檢查 它的Tag 是不是Pickup 就可以 好 因此我就從 撞到的東西 它是不是 一個叫Pickup的 有這個Tag的物件 如果是的話 我們撞到以後 我們就讓另外的 StateActive為Force 這時候它所撞到的 Pickup 就會消失在畫面上 所以母球撞到一個 Pickup以後 那個Pickup 就會消失掉 這樣的話 就有空間 讓我來應用到 其他的東西裡面去 好 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裡 我們把所有的 Pickup 也都 在這個地方 設定 他們的 Tag 是Pickup 所以 我們把所有的 Pickup 每一個的Tag 都設定成是Pickup 這樣子的話 他們被 Player打到的時候 才會消失掉 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逐一的 檢查 Pickup 到Pickup 十一 一共十二個方塊 他們的Tag 都設定為 是Pickup 它是一個Trigger 我們看到 在Pickup裡面 同樣的 這個時候 它的Collider 是Box Collider 也就是說 它外圍包起來的範圍 是一個 盒子形狀的Collider 我們剛才 球的 這種情況 它外圍包起來的Collider 是 Sphere 所以叫做 Sphere Collider 對於這個方塊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方塊 所以 我們用一個Box 作為它的外圍的Collider 是比較理想的 我們就可以去檢驗 一個球 跟一個立方體 那麼它們之間 有沒有碰到 那因此 球跟Box的 碰撞的計算 是比 其他 任意形狀的 東西要容易多了 所以我們這個 Pickup 設為是 Box Collider 同時 把它設為 是Trigger 因此 我們也是一樣 把所有的Pickup 都設定 成是Trigger 然後我們就可以 去run 我們剛才的 這些測試的結果 並且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被 Player撞到的這些東西 就都會消失掉 好 另外再來就是 我們剛才在做Player的時候 我們已經設定了 就是它的Rigid Body 但是Rigid Body裡面呢 就是這個Pickup 我們要把它設定成是Rigid Body 去跟球相撞 但是跟球相撞的時候呢 我們也是一樣 要注意的是 我們要把重力的影響給去除 同時呢 我們設定它是 Is Kinematic 它不是動力學的 而是運動學 運動學跟動力學有什麼差異呢 動力學的話 問題是 你給它一個什麼樣的 一個力 Force 根據維運方程式 去算出 位移出來 這是叫做動力學 就根據力量的改變 然後看它運動方式的改變 這是Dynamics 可是什麼是Kinamic呢 Kinamic就是說 當這個東西在運動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知道 它瞬間的位置跟速度 那麼你就可以推算出 它之後所有時間的位置跟速度出來 那用開頭的這些訊息決定後面的這一些位置跟位移速度這些東西呢 那它就不牽涉到外加的力量的影響 而只是以它的運動方式持續進行 所以這一種的是叫做運動學 所以它就是一個Kinematic的這種形式 它就不去管說Pickup 它可能有受到外力這種情形 它不考慮 它就是依照 一開始你所設定的這種旋轉速度 它就在那邊一直轉就對了 那接下來就比較簡單了 就是我們要累計Player撞到幾個球 然後有多少分 是不是把所有球都撞完了 如果它把所有的Pickup都撞完以後呢 那我們就顯示一個訊息是You win 這時候要整合起來了 這個時候我們控制碰撞的次數跟結果的呈現呢 我們把它放在PlayerController裡面來處理 因此在這PlayerController裡面 我們定義兩個成員變數 就是CounterText還有WinText 它們都是Text類別的物件 Text我們在兩週前的討論已經提到過了 它就是一個單純的文字 這個文字呢 在我們3D的問題的時候 跟兩週前介紹唯一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現在這個Text 也要設它的3D的位置坐標 這樣才能看得出來 然後這個RigidBody是我們之前已經設過了 再來我們再設定一個Counter 叫做Count 這個來累計Player 它打到了多少個方塊 之前我們其實已經寫了 Start FixUpdate 跟OnTriggerEnter 這三個函式 我們都寫過了 所以現在我們要寫的只是 它每一次碰撞的時候 我們要累計它的Counter 但是前面寫的這些方式 我們在這時候也要做一些修改 比如說Start Start是有點像Constructor 也就是說 在求Player 要開始建立的時候 它就要呼叫Start 這個可能是因為 在我們的Unity的架構裡面 它其實並不希望你使用Constructor 去建構物件 因為它的Constructor可能因為某些原因 裡頭的某些變數 不願讓你去碰到 所以它就不讓你使用 這個Constructor 去建構這些物件 但是它又必須讓你有一個 發揮的空間 讓這個物件開始的時候 它有一些的特性 是跟先前不一樣的 因此它就說 好 你就去寫一個 Function叫做Start 我每一次建構這個物件的時候 我都會去呼叫這個Start 然後把你特別的東西放進去 所以在這一個 圓球的Play Controller裡面 我們就設定好 它的Count是0 然後令它的CountText是0的樣子 然後WinText是沒有東西 因為現在的狀況還沒有贏 所以我們就讓地方是空著 再來OnTriggerEnter的話 那就是我們的Player 有撞到Collectable Pickup 所以這時候我們把Pickup消失掉 然後我們把碰撞的次數加1 然後再把CountText的內容把它更新一次 那就是把外圍的CountText的字樣 把它設定成是這個Count是多少次 然後如果這個數字超過12的話 我們就同時顯示出WinText 就是YouWin 然後這個地方好像 各位同學回去可以試試看 就是在這個YouWin的後面 就是GameOver了 對不對 那GameOver的話 你就可以讓它用一個對話盒 什麼之類 然後把遊戲也結束掉 再來這個是CountText的設定 你可以看到 這個跟我們兩個禮拜前的 GUI設計的Text的時候不太一樣 這一次我們也要去設好 它的XYZ的座標 上一次我們其實只要設定 它的X座標跟Y座標就可以 還有包括它的Width跟Hight 但是現在它還要把Z座標 Y座標也要設定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一樣的這個地方 Win的Text也是一樣 你要設定它的位置 所以當我們把PlayerController改好以後 我們會發現說 PlayerInspector 它裡頭的PlayerController 我們要把這個PlayerController拉過來這裡 那你就發現說 我們原先只有一個Speed 我們設定它是0.05 那現在呢 它把Speed變成10 但是多出兩個空格出來 這兩個空格就是你剛才 寫PlayerController的時候 你開頭宣告的PublicContext 還有WinText 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希望它跟畫面上面的物件 WinTextContext聯合在一起 所以我就把這個地方的Context 拉過來這裡 然後把這裡的WinText 拉過來這裡 這樣子的話呢 PlayerScript的Controller這個Script 它就會跟這個遊戲的畫面上 對應到的Context跟WinText 結合在一起 這個就是我們在設定這個遊戲的分數 跟其他的文字的時候的做法 那這些都做完以後呢 這個遊戲就可以準備包裝以後呢 可以丟出去了 因為剛才我們做了很多改變以後 攝影機是跟著這個球跑的嘛 所以我們剛才測試以後呢 現在這個攝影機已經大概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當我們要把這個遊戲正式的交付出去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攝影機的Transform把它調回來 所以我們把它Reset 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保證每一次遊戲開始的時候 都是同樣一個角度 接著這個我們在兩週前也提到過了 就是怎麼樣去建構 Stand alone執行的程式 然後把它放進這個Build裡面 然後它就會出現一個 Raw4應用程式的符號 我們按一下這個以後呢 就可以開始這個正式的遊戲 最後 我們就去Run這個Game呢 就會變成是這個樣 就成功出現 好 那我們對於Unity的3D Game的介紹 就說明到這個地方 兩週前我們討論使用Unity 來產生 圖形使用介面程式 那那個時候呢 因為時間不是很充裕 所以到 最後一節課的時候 有些部分 是比較倉促的帶過 我在這個地方 回頭做一些補充 上一次 我們從21點遊戲 所需要的畫面 開始 我們介紹了21點遊戲 畫面的設計 還有互動的設計 等等這些 都有 我們介紹了說 怎麼樣 從開始 跟結束的按鈕 來處理 遊戲的開始跟結束 這兩個按鈕處理完以後 我們再把中間的 要牌 停 清除這些按鈕 弄上去 那這些弄進去以後呢 我們又介紹了 怎麼樣 擺進去 玩家的撲克牌 裝家的撲克牌 我們使用 Prefab的方式 產生 7張 Player的牌 還有 7張 Dealer的牌 那最後 我們 在產生 21點遊戲 等等的時候 我們給他一些測試 用對話盒 來結束 整個這個程式 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所完成的 是我們前面所說的 MVC架構 裡面的 View 跟Controller 各自的部分 那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把 畫面上面的 這一些 物件 讓它 彼此之間 能夠 整合 而且 我們也可以 讓使用的界面呢 跟我們 之前 所撰寫的 21點遊戲 裡面的核心 模組的程式 結合起來 就可以 利用 這個圖形界面 來玩21點 而我們之前 所寫過的 主控台 版本形式的 21點 完全不會浪費 我們的 這些模組的 class呢 還是可以 應用到 最後這一邊的 GUI版本來 因此 我今天就把 上一次沒有講的 很完整的 系統整合的 這一塊 進行進一步的說明 首先 我們知道的是 在我們前面 撰寫 主控台版本的 21點遊戲的時候 我們所 坦深的 類別架構呢 是向 這個地方 所顯示的 這樣的一個 圖形 虛線之下 宣告為 M的這一部分 是我們 之前 在21點遊戲裡面 所寫的內容 那這裡面 關於 Player Dealer Deck Card 這幾個class呢 跟我們 用什麼樣子的 界面 來玩這個遊戲 完全無關 它所代表的 其實是 21點遊戲 背後的 邏輯 跟核心的部分 所以這一部分呢 是我們之前 已經完成 而且主控台版本 已經驗證過的內容 如果說 你之前就有注意的話 凡是需要跟 外界 Interaction 利用主控台 互動的部分呢 我們都放在 Game裡面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 當我們現在 要跟圖形界面 結合的時候呢 我們就只需要 稍微修改 這個Game 讓它可以跟 GUI的 這個部分 能夠來互動 那就可以了 因此呢 我們的 MVC的架構呢 就是 原先的 Card的這些部分呢 都是屬於 Model的部分 那接著 我們在 圖形使用界面的部分呢 View 跟Controller 就用 Main Panel 就是剛才我所看到的 那個畫面 處理 跟使用者的互動 這個Main Panel呢 它就透過 Game 這一部分 來跟我們先前 所寫好的 Class 來結合 那同時呢 在顯示 Card的時候 可能也需要一點 Card裡面的訊息 所以我們讓它也可以接觸到這個Card 但是這個Card裡面的內容 不會因為你來碰到它就得改變 沒有 我們這Card維持相同 只是把它的訊息 提供給Main Panel來用而已 但是這個Game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之前有很多的是 主控台的部分 所以這一部分就比較需要做修改 讓它可以跟外面的Main Panel 互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畫面 它其實處理的就只是 上面的這一部分 一個遊戲 是不是好玩 是不是值得 其實跟這兩個東西 都有關聯 你不能說 這個遊戲的畫面很炫 很棒 可是你大概玩一兩次 就不想玩 比方說 Steam 那個遊戲網站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這種例子 你看那些很多玩家 負評的那些東西 其實 有的那個遊戲畫面 真的做得不錯 但是問題是 這個玩家要玩的時候 它有別的需求 所以當你的畫面 雖然很好 但是呢 裡面的跟它 可以互動的內容 沒有設計好的話 照樣不是一個好的遊戲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在我們這個學期 我們的課程裡面 要先介紹 主控台程式的寫法 把GUI程式寫法 放在最後面才教你 主要原因就是要你呢 先把你的問題先搞定 以後呢 才來開始 景上天花的 畫面的工作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的 就是說 我們怎麼做系統整合呢 那這五件事情 大概是我們做這個系統 什麼時候需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是什麼呢 Game跟Man Panel中間 互動的時候 它要怎麼傳訊息 接著是 這些主視窗裡面的 每一個按鈕 它的反應 要把它處理好 好 那再來就是 有的時候 你的畫面 你要清除掉 怎麼顯示 再來就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時候的按鈕 開始的按鈕鍵 它是揮下去 因為你的每一個按鈕 按下去以後 都造成 系統的 狀態改變 連帶的 某一些按鍵 是不能夠再用 某些按鍵 變成可以再用 比方說這個遊戲 一開始的時候呢 應該就只有 開始 跟結束 這兩個按鈕 是可以用的 那其他這三個按鈕 就應該設定成是灰的 在整個遊戲過程裡面 你的每一次按鍵以後 它的這些按鈕 彼此之間就互相影響 也需要來用一個程式來完成 好 那最後就是把這一些 核心的模組 加到 我們的Unity系統程式裡面 我們為了要了解 MVC的架構 我們的GUI跟Model之間 要怎麼樣去互動 那我們可以從GAME整個的流程 構想 我們可以用一個 UML裡面的Sequence Chart 是類別圖的一個相對的東西 類別圖顯示的是你的程式碼裡面 各種類別彼此之間的相對應的關係 包括什麼繼承 使用 等等之類的 好 可是呢 那樣子的一個圖呢 它沒有辦法動態的顯示 這些物件彼此之間的 相互的作用 那因此為了顯示 物件彼此之間的 互相的作用呢 那我們可以畫一個 Sequence Diagram 順序圖 可以看到說 整個這個遊戲的過程裡面 一開始的時候呢 Main4 就是我們的MainPanel 主畫面呢 那它一開始 處理的是GAME 這個物件 我們就假定說 GAME裡面 它有一個 Initialization 的功能 所以就是要 Mainflame 要求 GAME這個物件 來進行 InitPlay的功能 完畢以後呢 我們就要求排碟 發出第一張牌 所以這時候 他要求 Deck Deal of Card 注意喔 我講的都是 物件導向的術語 他並不是說 呼叫Deck的 Deal of Card 而是用 物件導向的觀念來說明 是說 GAME要求 Deck做Deal of Card 這件事情 那然後再來呢 GAME呢 就把這邊得到的 Card呢 要求 Player存起來 再來是 GAME要求 Deck 再發一張牌 再發一張牌以後 這一次要求 Dealer把這張牌收起來 再來再發一張牌 Player收起來 再發一張牌 Dealer收起來 這樣子 一開始的時候 根據這個 Sequence Chart 我們就知道這個 Player有兩張牌 Dealer有兩張牌 那這時候 已經有可能產生21點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首先是 就是把這些牌的內容 顯示到畫面上面去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呼叫一個 function 叫Dump Card 就是要把這個牌秀出來 之前用主控台版本的 是這樣子弄的 接下去我們就看說 Player有沒有21點 Dealer有沒有21點 接著我們再來看有沒有爆掉 或者有沒有點數上有沒有銀等等 那些東西都是核心模組在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跟畫面互動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我們接下去還要添加的東西是 分數的顯示 那這個就是在我們的畫面裡面 增加Text就可以 那這裡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GUI的 這些程式 跟這些 Model的這些程式 他們之間 互通的依據什麼呢 那這時候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寫一個 Structure 包含有這兩端 都需要的這些訊息 我們想想看 GUI的界面 跟我們的Model 他們需要哪些訊息來互相互通呢 那我們首先 第1個 曉得是說 玩家是誰 所以需要一個名字 你看我們剛才那個圖 不是會顯示說 Gen幾點 Dealer幾點 電腦幾點 所以第1個要的是Name 第2個是 他現在是21點 還是爆掉等等 那這些是要在 Message Box裡面要出現的 還有點數各是多少 那這個是要在 玩家的點數那邊去顯示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顯現出 玩家有哪些牌 裝家有哪些牌 怎麼辦呢 假定是玩家的話 他有多少張牌 N-Cast 那這些N-Cast 都構成一個陣列 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分析的結果 GUI的界面 跟這些model 他們之間需要傳送的 主要訊息 就是這些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東西 傳送訊息 好 那因此 Game這個class 就要做一些修改 你注意喔 前面我們講 Unity的這些 GUI程式的時候 幾乎都是要 繼承 GameObject 也就是說所有的 GUI的物件 都是GameObject的 子類別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Game呢 它是獨立於 GameObject 它是一個 跟GUI的部分 沒有直接 相關的 腳本 那因此 它不需要去 Include Unity Engine 這樣的東西 我們所要的事情就是 它去掌控 這個遊戲的進行 就可以了 那因此這個Game呢 我們就設定說 有兩個Player 然後裡頭有台碟 有玩家 現在有兩個 人類玩家 跟電腦玩家 那這個Game 一開始的時候 首先產生一個 Player 名字叫做Game 第二個玩家呢 是一個Dealer Dealer 要產生一個New 那這個部分 其實你可以參考 我們前面這裡的 類別圖 就可以清楚了 Game裡面 就是有Player 有Dealer 還有Dealer 對不對 所以這三樣東西 就是Game這個程式 它的成員變數的內容 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開始不是 InitPlay嗎 那InitPlay的話呢 就是要把 要送給 GUI PlayerInfo Structure 要把它內容 設定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這裡 就是這樣子 一開始的時候 用我們剛才的 SequenceDiagram 來做InitPlay 第一輪是 要要求 Dealer DealerCard 然後它所得到的Card 要求第幾個Player 把這個牌收起來 注意這個Player呢 它是一個 運用到 多型的一個例子 因為呢 我們可以看 Player它是一個 Array 宣告成是 Player的 物件 可是 Player的物件 它有一個 Dealer是一個 特別的Player 繼承 這一個Player 我們的Player是比較抽象的 類別 因此 Array的內容呢 可以是 實際的Player 也可以是一個 Dealer 因此呢 這個 收這個牌 是 Dealer跟Player 都具備的 共同的功能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 For Loop 然後讓 每一個Player 都收到 一張牌 第二輪發牌以後呢 我們這些訊息呢 就要 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送給 GUI去處理 所以接下來 我們就把 PlayerInfo的部分 放進來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有 Player的Info 我們的名字 我們現在 是21點 什麼 然後 點數是多少 有哪一些牌 然後有幾張牌 這是 玩家的Info Dealer的Information 同樣 也是 PlayerInformation 都是同樣一個 Structure 只是它的名字 是叫做DealerInfo 剛才那個是叫 小寫的PlayerInfo 那因此 Dealer的Info 就設定成是 電腦的名字 然後它的Status 它的點數 它有哪些牌 然後幾張牌 等等 所以這些牌 弄好以後 這個部分 就是給 Main Panel 去呼叫 這一個Game 然後得到的東西 所以當它從Game 得到這些東西以後 21點那邊 就可以出現 玩家 跟裝家 各兩張牌了 接下去 才是要 處理Player 那我就假定 它處理Player按鈕的 Process 叫做 Process Player Run Function 好 這個時候 處理玩家的時候 那就是要求排碟發一張牌 玩家得到一張牌 他得到一張牌以後 又重新把PlayerInformation update一次 這樣子就更新 Player的Information 然後讓它 GUI的界面 可以根據這個內容 來重新更新 畫面 顯示的結果 再來就是當你呈現使用者的結果的時候 其實你也要把 裝家的也順便弄好 不然下一回合輪到 裝家去按那個按鈕的時候 低了的結果還沒弄好就不行 好那因此呢 玩家的部分處理好 我們同時 裝家的部分也完成 那玩家的部分的話 他要開始等 他只要說是 玩家呢 繼續一張牌的話 他就 一直在玩家那邊 增加他的牌 這些玩家的牌 處理完了以後 接著才是 Dealer Dealer這一部分呢 我們前面講過 只要說他的點數 小於17點的話 他就必須 再要一張牌 所以我們的Dealer呢 他有一個Function 叫做 Want One More Car 這個時候我們在 主控台盤本就已經寫好的 那裡面有寫說 如果點數超過17點 就不能夠再要牌 小於17點 一定要再要牌 就那個時候 我們已經寫好 這樣的東西了 Dealer是這樣的規則 那Player的規則是什麼 是玩家去按要牌那個按鈕 Dealer把他的部分處理完了以後 那他也把他的Information 弄好 GUI程式 他會處理這邊得到的結果 然後把這個Nail 顯示出來 這個是訊息的結構 還有Game的類別裡面 應該要有的Function 主視窗裡面 各個按鈕 現在都必須要有正確的反應 在我們前面呢 因為沒有跟這些核心類別 組合在一起 所以 我們在GUI的程式測試的時候 就只是看這個畫面 能不能依照所要求的改變而已 他並沒有依照 21點遊戲的邏輯在那邊走 因此現在我們有了21點遊戲的核心模組以後呢 我們就必須要每樣東西都要合乎 這個21點遊戲的基本邏輯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21點的GUI Main Panel那邊 我們就把所有的Button 所有的Text 還有Event 還有Message Box 都宣告起來 你看這裡 他還把Game 剛才我們所寫的這個類別的Game呢 也加進來到我們的GUI程式 所以這樣一來這個Main Panel 就可以根據他有的Game呢 來跟我們剛才所寫的Game的遊戲進行互動 然後再來就是 他會有Player的Information Dealer的Information 就是你跟這個Game互動的時候 他就會來改變PlayerInfo DealerInfo GUI程式 就可以隨時依照這裡的訊息的內容改變 然後我來改變你所顯示的內容 那這個就是Main Panel裡面的成員變數 當我開始按鈕一按了以後 要排 停止 還有清除 這三個按鍵 一開始的時候 是False 不讓你按 所以遊戲要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把Image弄好 接著 這三個按鈕呢 都是 先設定成是False 如果你每一次 21點重新被Record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建立起一個 Message Box 這個時候要建立起的是 Message Box的Button 是不是有被按下去 如果有被按下去的話 那有一個 Event 叫做OK Event 就會建立起來 那這個東西 是為了要 後面呼叫 對話盒的時候來應用的 那這個比較簡單 就是如果是 Quit 結束的按鈕 被按下去的時候 就是 用這個功能 去呼叫 所以他會呼叫 Quit Button Press 然後就 Quit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前面 就已經說明過了 這個Start是 我們整個 遊戲要開始 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只有開始跟結束兩個鍵可以用 中間三個鍵都不能用 等到按了開始這個鍵以後 就可以開始進行使用者的其他的動作了 就先 Init Play 然後把所有的訊息都顯示出來 那就是 把畫面呈現出來 然後呈現出來以後呢 接著就從 Player Info 跟Dealer Info 去檢查 玩家或莊家 試試有達到21點或者是爆掉 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這是Start Check21點或者爆這個東西呢 那他就是根據Status的結果 去判斷他是21點或者是爆掉 他的Message Box 要使用不同的文字內容 21點的話就要寫21點 爆掉的話就要寫爆 然後這兩個結果呢 都是檢查Message Box的Button 是不是有按下去 他是一個Event 所以如果有Event進去的時候 你就用Message Box去處理他 好 那要一張牌的按鈕呢 那麼就是 Process Player的Round 然後把這個Player 做的決定的結果 秀出來 然後檢查Player是不是贏 那Dealer是不是贏 再來就是 Stop 不要再要牌的時候呢 那麼也是一樣 開始檢查PlayerInfo 跟DealerInfo裡面的 那麼是不是21點或者是爆掉 如果不是21點 也不是爆掉的話 就兩個都是Pass 兩個Pass的時候 就要去檢查說 哪一個玩家勝或者是輸 那畫面的顯示跟清除 所以剛才我一直看到的 ShowInfo呢 那麼就是 就是要把玩家的名字跟點數 秀出來 莊家的名字跟點數也秀出來 同時呢 我們有Load Images 就是我們前次 上課曾經講過的 把撲克牌的 畫面 顯示出來的 結果 所以呢 這個部分 我就不再說明 這裡的Load Images 就是我們前面 所說明過的 顯示撲克牌的方法 上面這一邊 是顯示 玩家的撲克牌 下面這個呢 是顯示 莊家的撲克牌 由於你的 玩家跟莊家的牌 都是Card 所以你要區分 玩家的牌 還是莊家的牌 怎麼區分呢 好很簡單 我們就是 讓玩家的牌 一定是 第一張到第七張 Prile的牌一定是從第八張到第十四張 這個原因是因為 21點遊戲裡面 任何一家都不可能拿超過七張牌 最多就是七張牌 所以我們看那個畫面 白色的方塊 上面七個 底下也是七個 就這個原因 再來一個就是清除 那就是把這些東西都清掉 然後把分數設定成0 Clean image這些東西呢 就是你要把它變成是 Card background 就是我們剛才前面提到過 撲克牌的背面 那我們現在撲克牌背面 是用白色去顯示 好 最後是按鈕之間的互動 這個我們剛才前面 其實有大概的說明 不過現在我們再看一次 就是開始的時候是 中間的三個鍵 Seed force 這個我們剛才看過 然後呢 一個start button 按下去的時候 Want of color button 就是中間三個鍵 就全部要打開 start的話反而要變成是 False 再來 Stop的時候呢 不再要牌的時候呢 它可能就是 start就開始 再要牌就不可以了 停止的牌不可以 然後可以把它清除掉 邏輯就讓你呢 按照遊戲的規定 然後去設定 這些按鈕 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所以例如說 clear button的話呢 要對應到的 是 start要是 true Want of color 跟stop clear button 這都是 False 比較要注意的是 MBOK Button Press 這個是 Message Box裡面的按鈕 那個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就代表說 我已經知道 這個遊戲的 某一個結果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整個遊戲都 把它清掉 所以把Message Box藏起來 Hide Start 還有Want of color 跟Stop也都 讓它不能夠用 只有clear可以用 所以clear button的話 就變成是 只有可以start開始 其他都清掉 所以用這些邏輯的一些 規則去判斷 我就可以把 所有Button之間的關係都弄好 然後呢 所有的按鈕等等之類的 左邊這邊這個呢 讓我們有一個整體的 Main Board controller Main Panel controller 來控制 所有的這一些 所有的Controller裡面 把Main Panel拉過來 這樣一來的話 它宣告有很多 Public的物件 就要從這一邊拉過來 就可以了 Controller完了以後 Main Panel也需要控制 最後是 所有的按鈕 都要設定它的 On Click 我們在前次也說明過 就是說 我們就把 On Click 按鈕按下的時候 擁有控制這個按鈕的 要求的做法的 物件 把它拉過來 然後從中間 選擇一個 有控制 這個按鈕的 例如說 Start Button 它對應到的 是Panel的 物件 Main Panel的物件 然後它對應的 Function 是Start Button Place 好 最後就把 我們之前 用主控台 情勢 所寫的 版本的 Class呢 把它拉進來 到這一個 腳本裡面 但是注意一下 我這裡可能 Status Checker 可能是這時候 就可能不必要了 因為Status的檢查 可以在 GUI裡面去做這件事情 不過你如果繼續用這個 應該也可以 最後我們把 Corner Model 也拉進來以後 那麼整個程式 就可以運作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 這一個本學期的 這個課程 我們上到 正式的上課上到這裡 那麼很感謝 各位同學 從開學 支持到最後 非常感謝 助教的 幫忙 我們今天 上到這裡 讓本學期的正式的課程 就上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